回到這個Part 2的不專業足球晚報 Part 2跟大家講一下轉會新聞 因為其實現在都接近冬季轉會槍的開啟 現在很多球隊都到處不適合適合的人選 去增強自己實力 巴塞其實都需要 因為稍微上任後 亦都講過巴塞隆拿 其實隊中覺得很少人懂得踢陣地 即是懂得踢控球的陣地戰術 如果你說要踢控球陣地戰術 這位仁兄又是否正確呢 現在有傳出巴塞隆拿希望可以免費簽馬達 馬達其實也在2022年6月底就會滿 所以其實巴塞隆拿可以在冬季轉會槍開啟之後 免費簽馬達 他就可以在2022年6月底去巴塞 但是沙維的意願就是希望可以一月立即有他 所以其實基於萬聯又幸運地不用馬達 今年其實馬達在英超是沒有上陣 幾乎幫萬聯可能打過一兩場歐洲賽 和杯賽其實就沒有了 基本上 所以馬達現在稍微希望可以一月找他過去 我覺得其實馬達質素有沒有絕對有 他還記得一至一二球櫃和一二至一三球櫃 都是拿了車路士的最佳球員 亦都代表過西班牙 其實他的質素就無容置疑 但是其實近這兩三年 萬聯都少用馬達 其實基本上馬達都是初初 可能頭幾季來到萬聯才所謂縱容些 近這三四季 我印象中他都是一個輪換角色 可有可無 下到來又交貨 但是從不得到領隊的縱容 馬達其實今年33歲 其實下年四月就已經34歲 所以其實年紀上他在英超上踢是有困難的 但是如果巴塞隆拿有意找他 我覺得都是一個win-win的 首先萬聯也可以省回馬達 接下來六個月的人工 另外巴塞隆拿也可以 所以阿娜有個年紀經驗豐富技術 那麼好又懂得踢控拳的西班牙球員 去到巴塞隆拿也可以教一群年輕人 二來又可以幫沙維一起上陣 所以其實馬達又可以回到西班牙 其實整個情況都幾win-win 所以其實這宗交易都幾大機會 有機會完成到 所以儘管看看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馬達現在在萬聯 都幾浪費光陰 如果33-34歲 其實這些年紀 今時今日 你講真的前一兩年的卡蘇拿 都可以在西甲蠟燭 其實馬達也是這麼高技術的球員 我都希望他可以繼續享受足球生涯 另外 就跟大家講一下這位人兄 迪聶治 這位由亞積士轉向祖雲達斯的後衛 今年其實祖雲達斯上陣了九場 其實上陣機會相對上又不是很多 再加上他由亞積士轉向祖雲達斯之後 其實他的表現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最近傳出 又是拉奧拿 近幾集都經常講拉奧拿這個人物 這個經理人肥佬拉奧拿 又是他經理人 真的厲害 什麼球員都是他 因為他公開表明說 迪聶治想找一些新挑戰 希望可以為他的球員生涯 或是想新的一頁 迪聶治這些相對上高人工 所謂的球星 有什麼球會有機會接收到 現在就有傳 車路士有興趣簽一下迪聶治 因為其實車路士中堅人腳 你說多不多 不算很多 基於杜曹 喜歡打三中堅陣式 再加上迪亞高斯華 都年紀有差不多 你說中堅人腳 似乎真的不太夠用 再加上基斯癲神一向 都未能給車路士球迷一些信心 所以車路士都在找中堅 迪聶治亦有傳 希望可以由車路士簽一下 帶他過去英超 看看儘管這宗交易減不減成 這宗交易相對上複雜些 始終要給轉會費各樣 另外這宗新聞都想跟大家說說 就是熱刺 熱刺最新消息 就是 大家有沒有印象的熱刺 近這幾場歐協聯 英超都是因為疫情而踢不到 最終 歐洲足協最新宣佈 裁定熱刺0比3輸給雷欣 熱刺被淘汰出歐協聯 主要原因是12月10日 熱刺主場打雷欣這場比賽 原定在那天開始 但因為熱刺有很多球員感染 新冠病毒 所以進行不到比賽 後來要改期 最終歐洲足協因為熱刺未能在12月內 進行這場賽事 最終判了這個熱刺出局 我覺得 疫情這方面 沒有辦法 你求會內部控制不到 或者整個國家控制不到 這些事情 真的沒有辦法 另外 最後這宗新聞 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夏沙特 前陣子有說過 我上星期五 有說過夏沙特有意去利爾 但這個方案似乎在這幾天之後 又再不同了 因為最近這場王家瑪德里的比賽 安薩諾提也起用了夏沙特 他也有說明 夏沙特將會在下半季 王家瑪德里會重用 成為其中一個武器 所以言下之意 安薩諾提並不打算在1月放走夏沙特 其實夏沙特本人都是希望可以繼續留在王馬 表現自己 證明自己 因為其實他都沒有證明過自己 這麼高身隔離到被人笑嗎 所以其實 我也覺得夏沙特 他自己的心裏都是想證明自己 王家瑪德里 儘管看看下半季 安薩諾提怎樣起用夏沙特 現在王家瑪德里 在西甲的積分榜算是領先得多 看看可不可以夏沙特把握 現在安薩諾提給你一個機會 看看你自己珍不珍惜 夏沙特去理議這個方案 似乎因為這件事又沒有了 另外 Part 3會再跟大家更新 其他球場外的新聞和轉會新聞 Part 2講到這裡 多謝你 拜拜